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都是一面之词 我必须在现实中进行验证 更何况 你还是一个身负前科的存在 不久之前刚刚在禁地对我使诈 嗯 或许吧 不过 根据我的推算 弗洛斯时间大约两分钟后 你的投影就将重新出现在弗洛斯的现实当中 连这个都可以计算 你却一定要抢夺我的身体 唉 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嘛 毕竟拯救弗洛斯是我的义务 一直拜托你去付出 即使是我也会不好意思呀 你的说话方式 倒是让我想起一个 和莫里亚蒂有关的故人 不好的意义上 如果有时间 我也很乐意和你分享 关于那个莫里亚蒂的故事 不过 既然我之前的说法并不具备说服力 那么 两分钟后 完蛋了 现在怎么只有十秒钟了 总之你先代替我收拾掉那个臭小子 只要你断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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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 小光 奇怪 果然 我记得 小光管他叫做职能免洗胶卷 那么 他应该能 这是 一张合影 小V 就是他吗 V他们的姐姐 合影中的地点应该就是那里 保险起见 过去看看吧 这块穿 这是 许愿侠 比起像转瞬即逝的烟花许愿 果然还是这样比较稳妥 我在这里许愿 要实现大家的愿望 落款 一新 的确很有小红的风格 不过 为什么这里还放着一份事故报告 将绽放瞬间的烟花保存在博物馆内 真亏小红想得到啊 不过相比于博物馆中那些奇奇怪怪的收藏品 这种想法反倒正常许多 这上面说 博物馆如果受到铜元的能量冲击 有可能导致设备停止运行 展品的状态出现异常 原因是小红误操作关闭了特定展柜 导致作为展品的能量泄露 铜元的能量 类似跳闸的事故 展柜和展品 难道说 完蛋了 现在怎么这有十秒钟了 总之你先代替我收拾掉那个臭小子 只要你断开 原来如此 谢谢你 小光 出发吧 去博物馆 糟糕 忘记了想要打开博物馆的门 除了需要解开机关 还需要小光他们解开暗门 现在维他他们不知所踪 用蛮力 能打开吗 为什么会打开啊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